平靜的疫情 疫情的疫情是趨於平靜 全國的狀況 希望持續下降 永遠持續下降 最大期待是平靜 但是從全國的狀況來看 雖然說整理來看 有疫情緩降的現象 但是很難是有社區感染的一個高度風險 健康實驗大家的幸福是有很好的成效 所以說我們對於整體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疫情指揮中心的運作 也會做一個調整 那我現在就是 我們最後一個居家對決 今天也會見得一樣 給我們地區已經完全的居家的各樣 那我想配合中央的這個 全國的防疫事情會議禮拜二禮拜 那之後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每天的這個疫情指揮中心會議就改成禮拜二 禮拜子的下午 這狀況是持續維持全國的標準 但是我希望說在商級警戒的 狀況下各項憲政工作 能夠持續的推進 所以下個禮拜的主管周報 以及各項的工作 希望說在商級警戒的狀況下 能夠穩定持續的推動 地區的整體的一個狀況是去平靜 那現在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機場碼頭的一個層面篩檢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加速往地面的注射 那有個機場碼頭的篩檢啊 目前看起來機場的篩檢啊 將近九成啊 將近九成啊 還有大概大分之十個人都有篩檢 那碼頭的篩檢 用碼頭是百分之百 那我今天早上也跟民衡旅居長 呼呼過一個實況 所以說是比較急 是不是南方做一個調整啊 那 那我們的城客有更充裕的時間可以多篩檢啊 那我也特別拜託 變成去民間啊 能夠協助 那我們能哪是希望 所有的城客能夠在登基之前發展的篩檢 這對於地區的安全 風險 以及整個環境成本 都有很大的負益 在商級警戒之下 希望現任輔助能夠順利推動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現在的地區雖然疫情去平靜 但是以整體的狀況來說 如果群體的免疫沒有完成 有可能疫情隨時都會再爆發 所以說各單位對於相關法醫的整備工作 仍然要持續的推進 對我們的法醫物資的充實 以及疫苗的爭取 加速疫苗的施打 以及民眾啊 加強這個 法醫的這種教育宣導等等 這個是持續要推進的 那真正的這一場 這個反疫大戰 什麼時候可以落入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 從現在來下定了 並且是不可以松懈的 特別要拜託大家 繼續持續的加強 整備各項的 防疫物資 防疫工作 防疫設備 防疫能量 我們會持續的繼續推進 希望做更好的準備 萬一有下一次的爆發 或者下一次的破口 我們更有充足的能量 或者能力或者經驗 做最快速的處理 入境的部分做了16人刺 南竿29人的部分 是班機入境的有6個人 然後軍方這邊返回領導的有23個人 那昨天這個南竿入境的 6個人沒有塞的原因 入境總共70個人 6個人是在松山沒有塞到南竿才塞 那這6個人 分別是這個 卡利歐英雄館的這個員工 然後第二位是 北岡哈基國小的施工人員 第三個是監獄的員工 第四個是醫民署的員工 那最後兩個是北岡英雄彈的消防跟行警 那他們都是說時間太趕了 然後群中還有一個是說 他不知道要提早報道的這個部分 那最後是這個 我們正婚姻的這個 居家隔離不安復的確診者 那今天早上我們去採了這個PCR 那這個一線醫院報告出來 這邊是陰性 所以我們這樣要說他的回憶 今天會讓他解隔離 然後之後又轉為自主健康管理 7天 一三個報告 是 能量存在 所以說我們對於整個 三級反應警戒的這種 不可以放輕鬆 但是地區的整理 其實是趨於平靜 那我們也調整 中央的就是地方 一級指揮中心的會議 讓更有效率的在 推動各項反應工作 然後請大家持續的 原來要整對各項的反應工作 就是有關長者疫苗接種的 促使症狀 就是 我也要特別說明 對於高齡長者 整體來說 接種疫苗一定是力大疑病 但是對於個別長者 就是要評估一下他的風險 評估一下他的風險 有適度的評估 如果有不穩定的慢性疾病 或者是過於虛弱 或者有一些疾病 急性的一些證斷 其實可以照還 照還施打疫苗 這些我想我們醫師都是 經過專業訓練的醫師 用心的論診判斷 就可以分析出來 我想可以減少一些 這種長者 接種疫苗的促使症狀 這個就是完全解隔離 那良性的個案也完全轉移 這個是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辛苦努力的成果 那疫區的整體疫情是趨於平靜 那但是我們繼續 就是要緊接繼續針對 就是疫情 特別是機場的這個前面 三點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第一道繁線 那剛剛鳳雲剛剛提到 昨天六位 主要就是在機場那邊 時間來不及一級 要排隊的人太多 所以說我早上跟 密航局局長也交換過意見 也請產經局長去了解一下 或者說我們的班機 是年後一個小時 是不是可以 那這樣時間更聰明一點 我們再 表稍微填成唐琴國小 唐字來寫錯就是唐草的唐 那我馬上 昨天接到這個 曾經局長的電話 跟工作想法馬上 你們都去追查這個狀況 那後來瞭解的是 就是營造廠商 分包商的臨時能力 所以 他 訊息上應該是完全不知道 那 我們 也特別 為了這個昨天下午 跟所有的校長的視訊 就是說 再次要求 在我們放假7月2號以前 所有的教職員工 在地 沒有經過我們 縣府端的核准 這個人的利益 原則上都不移動 第二部分就是 教育處的很多人 包含教官的調身 包含一個受訓官的很多人 他們想要回來這裡 宿舍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我都是親自打電話給他們 那教官現在在自主管理14天中 麻煩你